酷摩张志玲10月15号现身广州 出席老板投资的影城开幕里 跟他一起现身的还有公司的艺人同事 包括胡信儿 周秀娜 郑中基等等 张志玲希望老板下次投资拍戏 可以考虑一下让自己入股 又自爆自己明年将会加入电影导演的行列 不过他要知道的那部片 肯定就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类型 因为怎么说呢 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导演的第一次 应该会是做那些爱情片啊 那种很梦幻的那种 没想到人家会 怎么会给我一个喜剧的剧本呢 而且看完那个剧本之后 也觉得真的蛮好看的 那我们现在也在开会洽谈的阶段 希望能够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吧 你自己引来啊 我没这个能力了 如果真的要做导演的话 只能做导演 我没可能一边导一边演 做不了 其实以小编我说 张志玲那么有幽默感的一个人 指导喜剧肯定不会差到哪里 而且张志玲就是带着这种独特的幽默感 总横整个演艺圈二十多年 早前她被拍到跟老婆袁永宜逛街 但是却在一旁开小差 不断当低头租玩手机 立即惹来身边的袁永宜黑恋 不知道张志玲又该如何化解呢 没有 我就是玩完了那个电话 玩了不到一分钟 其实也不是玩电话 只是看信息 可是被我们的高仔队朋友拍到 然后他就说我在玩电话 然后袁永宜也很怎么说呢 黑恋 其实没有 黑恋它是一直都黑恋 可是我玩电话 就是只玩了一分钟而已 好不好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